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近年的網絡世界 網民經常調刊英國做日落帝國 不過今屆英國首相約翰遜 似乎很想在軍事上 有一番大作為 他在國會上作出宣佈 英國在今後四年 將會大幅增加軍費 幅度達到百分之十 總共將會投入超過219億美元 來更新裝備 和提升軍事作戰的能力 其實這個提升幅度 已經是英國在冷戰結束之後 最大的一次 所以約翰遜這次就落定了很大的決心 而且他還抱著一種態度 要麼就不做 要麼就要做到最好 他在國會會議上說到 說要承諾停止削減國防開支預算的做法 並且還要保護英國的供應航線 增加英國的核威懾能力 恢復英國 作為歐洲第一海上強國的地位 以及要復興英國的造船業 由此可見 約翰遜不是說玩的 是有藍圖來做的 尤其是要加大英國海軍上的開支 要增強海軍的作戰能力 和更新海軍的武器裝備 這個國防大臣華來士補充 說英國也要放棄一些過時的能力 特別還要加大資金投入在其他幾個範疇 包括網絡戰 電子情報戰 和遠程打擊方面 軍費開支大增 目前來說 英國的國防預算 將會佔GDP的大約2.85% 在所有北約成員國當中 僅僅於美國 我相信特朗普聽到這個消息 他都會感到欣慰 為什麼呢 因為特朗普一直致力於 要求所有的北約成員國 提升軍費的開支 不要一味依賴美國的軍備和保護 這句說話尤其是跟 德國總理默克爾說 因為 美國在2019年 軍費開支的上升 已經等同於德國全年的軍費開支 人的增加的部分就等於你全年 由於特朗普提倡美國優先 所以在他的眼中 肯定是覺得很不公平 豈不是美國的軍費開支 使用在德國身上 所以 為什麼特朗普說要從德國撤軍 這個並不是那些 左媒 或者是燈粉口中的 所謂意氣之爭 或者是純粹他不妥的 德國總理默克爾 而是特朗普三番四次強調 說全體北約成員國 都有多少擔大 才行 故此他就提出了 說每個國家都應該 在每年的開支預算上 至少撥出百分之二的錢 使用在軍費上 但是德國一直都是 遠遠低於這個數字 所以後來就撤軍了 最後那些軍隊都不是回到美國 而是駐紮到波蘭那邊 一樣都是抵禦得到 來自俄羅斯方面的威脅 好了 現在約翰遜就想帶領英國再次起飛 到底 新增的軍備 會配置在哪個地方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英國媒體金融時報 在今年年中的時候 就曾經揭露過 英國皇家海軍 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艦 伊麗沙伯女皇號 將會派駐在南海一帶 執行維持自由航行的任務 約翰遜前排的一番說法 其實就變相證實了 這篇報導所說的消息 約翰遜是怎樣說呢 他就說 伊麗沙伯女皇號航母 在明年 將會率領英國 和盟國所組成的特遣艦隊 執行英國20年以來 最大規模的一次部署任務 範圍涵蓋了地中海 印度洋 和東亞 這個東亞也很明顯 就是南海一帶 因為南海已經成為了 全球最大的火藥庫 以往說火藥庫有很多地方 最典型的就是巴爾幹半島 又或者是阿富汗 伊拉克 問題就是 特朗普和蓬佩奧實在太厲害了 他們就施展了超強的外交手腕 你想想連阿富汗的 塔利班都可以叫他一起一起談 有什麼不行就談到不行 即是說其他的地方就已經是談妥了 好了 目前最後一個未談妥的是什麼地方 正正就是南海 如果是由特朗普連任美國總統的話 當然 他現時推行的政策 延續性就不用來質疑了 但是如果由拜登上台的話 究竟南海的局勢會發展成怎樣 其實特朗普和蓬佩奧 在過去這幾年所做的事 就已經奠定了中美關係的基調 亦都制定了中美關係的軌道走向 當然拜登上台他當然可以嘗試來 去修制 甚至乎是煞車 扭轉那個方向 但是他能夠做到的是有多少呢 這個是有疑問的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 喂 現在特朗普要搞這個所謂的 印太戰略 他就已經叫所有人埋隊了 英國就已經是拿了 你當他是 搞這個 伊利沙伯女皇號的部署 然後又加大這個軍費的開支 那就是說英國就已經是洗濕了頭 好了我們又再看看 其實在上個星期 日本和澳洲就簽署了一份 聯防協議 這份東西就厲害了 因為日本自從戰後 其實他都只是准許一個國家 即是美國 使用他本國裏面的軍事設備 自從簽訂了這個 聯防協議之後 澳洲的軍隊 都可以使用日本的軍事設施 包括了在日本本土那些 這件事當然就是反映到 日本方面都是很重視 和澳洲方面的戰略合作 至於聯防的目標 其實都顯而易見 就是要為了 抗衡中國的勢力擴張 所以 日本和澳洲又落水了 第二件事就是 上個星期 中國就和14個國家 簽署了他們的 RCEP自貿區協議 好了 其實印度在當日 主動說要退出這個 協定 所以大家看到 即使是面對著經濟有因 印度 仍然 不為所動 亦都不願意加入 由中國牽頭的 驚合組織 由此可見 縱使是面對著經濟有因 印度都不打算向中國屈服 第三 就是蓬佩奧一直提倡的 淨網計劃 目前 他已經取得了80多個國家的 參與 這些國家就已經全部拖下水了 所有人都說不再使用華為的 行資網絡設備 紛紛改為採用 愛納遜 洛基亞 三星 甚至乎是日本的 NEC 其實 是益了這些 外國的 科技巨企 當然 亦都 鋪排好了 總之 就算拜登上台也好 原來很多個國家 都已經 落了搭 濕了頭 美國想扭轉的時候 其他的國家又肯不肯呢 這個就成疑問了 比如說約翰遜 他現在搞了那麼多 如果暫時之間 由拜登上台 他說不行 不要搞了 這些 這些國家會不會聽 他的意思呢 其實大家看到 德國的外交部 在上兩個星期 當拜登自稱為 這個總統當選人之後 曾經有些外交官出來說過 說拜登上台之後 就不能夠對華軟弱 這樣 某程度上 都可以說是夾緊拜登 其實 這個南海局勢的發展 只要有中國因素的 一日存在的話 其實都等同於 提供了誘因 給周邊的國家 去團結 這個在過去幾年 已經看得很清楚 那麼當然 中國能不能夠 每一個國家 都逐個擊破呢 沒有說不行 但是呢 都要幾費工夫 尤其是 當全世界都看到 中印邊境衝突發生的那麼嚴重的時候 原來中國的最後 又可以玩 狼牙棒 又魚叉 又這些路路 發起浪禮的時候 不是人敢品 而且 廣明說 不准用熱兵器 轉盡空子 來用這些 所謂的冷兵器 大家看到 其實 更加提高警覺 如果不是 澳洲 就不會爭著 跟日本 簽訂聯防協議 而且 他們的時機 掌握得很好 正正 在拜登 自稱為 總統當選人 之後 所以 澳洲總理 莫里森 這一招 不僅僅聯防 其實也是用來自保的 好了 接著就看看中國一些的媒體 有一個 微博上的大V 叫做國平軍事 他們就酸溜溜的 他們就寫到 約翰遜增加軍費的目的 只在顯示作為盟國的決心 強化和美國的關係 有牽制亞太新興大國的意味 即是說中國 他說隨著英國玩脫歐的鬧劇 英國在歐洲乃至全球的影響力 早已是金飛色比 這個日以落帝國 在歐洲 也不再受歡迎 為了提升自身的影響力 只能選擇緊抱美國的大腿 在很多國際事務當中 隨著美國的指揮棒起舞 比如說 在香港問題上 興風作浪 禁止華為參與英國的5G網絡建設 以及在南海問題上 日趨強硬等等 英國在實現脫歐後 就需要緩解脫歐後的陣痛 以及提升脫歐後 英國在歐洲乃至世界的地位 故此 選擇了緊抱美國的大腿 其實 這番說法 是多鬼 為甚麼 就算英國 緊抱美國的路線 又怎樣 在中國市場 和美國市場 要逼著 二選一的時候 英國肯定就會選擇美國市場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 全球生產的商品 到最後大部分 都是賣去美國 最賺錢 而且 消費能力 和消費人口 都是最多 就算說中國 為甚麼要 那麼恨拜登當選 無非就是因為 拜登上台之後 就會 緩解很多 在特朗普時期作出的 貿易限制措施 包括對華關稅 就是要放生 經濟 中國和美國 做了那麼多年的生意 賺取了那麼多外匯 難道又可以說 中國在經濟上 緊抱美國的大腿嗎 是說不通的嘛 這些完全就是大國恩主的心態 真是做了太久 這個 中原帝國 以為和別人做生意 就是一種恩賜 肯和你做 就是你幸運 不肯和你做 就是道理 不是這樣的 做生意 講求平等 講求合約精神 講求信守承諾 所以 這些媒體 說英國緊抱美國的大腿 無非就是酸到眼都紅的說法 好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